大家好,我是莫锦,今天我们来讲中共政治经济史三,62年到79年段 我们前面讲过,大跃进期间因为对经济做出巨大调整而造成了深重的社会灾难和严重的社会动荡 反右打倒知识分子后,尤其是苏联撤走专家后,工业建设只能蛮干 期间损坏了大量苏联原件的昂贵机器 没了苏联的援助,还要扩充灌溉设备,就大量征集农村劳动力,修水利工程 进而耽误农耕,导致农业减产 农耕耽误了,粮食减产了,但政府征收的粮食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随着地方谎暴产量而大幅增加 进而造成3755.8万人非正常死亡 更多人被迫逃难 进一步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 我们都知道,农村不仅是中国工业化原材料的来源 也是城市人口粮食供应的来源 苏联专家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设计是 每9个农村人养一个城里人 即便小农亲戚粮食产量普遍很低 理论上也是绰绰有余的 但经过大跃进的大饥荒 农村人口减少了近10% 再加上那几年出生率几乎为零 要知道,按正常年份计算 那几年至少有3000万人口出生的 再加上饿死了3755万人 根据杨继生的计算 相当于损失了近7000万人口 国家一下子减少了那么多劳动力 大量农村人口还因为经济未恢复而四处逃难 政府按原来的标准提取农村剩余 显然是不现实的 于是中央给出了解决方案 一,将大跃进期间进程的2000多万新市民 重新打回农村务农 二,对几乎所有城市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所有粮食、消费品按户口配给 而且市民只能拿着特定票据 在特定的时间、特定地点才能获得配给 没有工作单位的农民无法获得票据 也就无法在城市生活 三,制定一系列严厉政策 把市民固定在工作单位享受终身雇佣和福利的同时 未经单位许可,不可换工作 于是,企业成了职工 生老病死,无所不包的单位 同时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 若需要与外部建立联系 则有专门的外联部门负责 四,因为苏联专家撤走 让工业瞬间陷入瘫痪 为了弥补苏联专家撤走造成的技术缺失 中共像拿出叶湖一样 又开始肯定并恢复知识分子的工作 还提高了相应的物质待遇 也允许知识分子在爱国的前提下 发表政治主张 在农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 把农民牢牢的固定在土地上 除了务农,什么都干不了 而且供农业产品交换 只能通过官方成立的供销社进行 延续至今的城乡二元制度 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个制度既是对大跃禁后粮食严重短缺的被动应对 也是中共稳固政权的需要 也成了城乡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直到现在 农民还在为这个制度支付着昂贵的代价 当然,为了鼓励生产 让农民得以喘息 中共政策也在农村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 比如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 开放乡占农贸市场的 但也是杯水车薪 解决不了经济严重紧缩的问题 吸取了大跃禁的教训 中共中央再次把58年下放到地方的经济发展权收归中央所有 收归中央并不是说中央有更好的发展动力 正好相反 是因为大跃禁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实在太严重了 导致工农业产值大幅下滑 62年农业收成只有57年的75% 工业产值比57年时降低了46% 通货严重紧缩 就迫使中共不得不上收权力 将全国物资进行统筹分配 以维持政权的持续 就这么管道69年经济还是没有任何起色 又开始全面放权 地方的浮复风也再次起飞 但中共吸取了大跃禁的教训 从71年到73年间实行财政包干 把企业和物资都包给地方政府 收入大于支出的省份 超收上缴中央 收入小于支出的 由中央按差额进行补助 74到75年实行固定分成也没见起色 从76年开始又退回到59年的总额分成 直到79年 但无论怎样折腾 经济就是起不来 农业产值上不去 财政收入也没增加 最多也就恢复到57年的水平 别说超英赶美了 就是不挨饿都很困难 中共不得不承认 大力出不了奇迹 总结起来 毛时代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 一 无论收权还是放权 都有一个绝对的前提 那就是政府对国家资源的全面控制 几乎所有人力 物力 财力 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和分配 完全违背经济发展规律 因此不管是收权放权 中共计划经济都是在原目求余 政治主导下的经济效果也很明显 一收就死 一放就乱 二 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 都是中央在其他方面高度集权下展开的 越是经济放权 越要求其他方面集权 把人都管得死死的 要么整齐划一的听指挥 要么整齐划一的搞竞赛 所以即便是一次次放权 地方也只能将经济发展作为 表达政治忠诚的手段 而非谋求经济的真正发展 说完了这个时期的经济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文革 我们都知道 夺取政权后的中共 建立了一套党政军组成的权力架构体系 建政之初作为权力核心人物 毛用党和政府这套系统还比较顺手 但随着政权的趋于稳定 利益格局的逐渐确立 以及政府行为的逐渐规范化 都让毛觉得自己的权力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这让习惯了灵活调度的毛感到非常恼火 所以二五计划开始 也就是大跃进之初 他就抛下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政府机构 改用共产党这一套系统 大跃进放权时 强调的也是党对经济的干预 而非政府 但用了几年后 他还是觉得诸多掣肘 不够得心应手 因为大跃进期间的一意孤行 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62年到64年 他退居二线了 等到经济略有恢复 到64年65年 工业产值逐渐恢复到57年水平 他再次站到台前 但比起刘少奇这个工人的接班人 他更喜欢林彪的顺服 尤其是刘少奇在恢复经济中的实用主义 都让他联想到了贺鲁晓夫 他担心自己死后 刘会像贺鲁晓夫推翻斯大林一样 推翻自己建设的一切 所以再次站在台前的他 开始筹划换掉刘少奇 因为党和政府的利益格局 已大体确立 对他来说不太好用 所以这次他用的是林彪和他背后的军队 为什么会有文革 我觉得一个是毛维持自己无上权威的需要 一个是财政开支紧缩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 因为经济扩张的全面失败 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没有地方就业 所以毛已呼吁闹革命 那些热情无处释放的红卫兵纷线响应 到处倒反 处决破四九 同时还将各类知识分子打成政治建民 学校也就顺理成章被关闭了 然后这些闹完革命的青年 在跟随共产党的号召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 这样一来 学校研究所等机构的开支问题就解决了 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 不仅是学校 为了缩减开支 毛还鼓励城市一生去支援农村 还公开表示大力支持农村赤脚医生 导致文革期间城市医疗资源严重匮乏 酿成大量悲剧 66年他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鼓动红卫兵站出来造反 同时跟中南海高层打好招呼 不要阻止红卫兵 然后这些被鼓动起来的红卫兵就无处不在 到处造反 直到68年 刘少奇及其支持者被彻底清洗 文革高潮才算过去 更重要的是 此时的苏联正在谋划对捷克的入侵 还将大量武器和军队部署在了中苏边境 才让毛不得不从政权的角度考虑 做出一定妥协 将实力派元老重新团结起来 但红卫兵全国范围内造反 迫私救并未停止 超过百万人遭受酷刑 被残忍处决 有些甚至直接被砍头 要不是许多无头尸体顺着珠江漂到香港 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文革如此惨绝人寰 作为反右和文革中的受害者 很多知识分子后来掌握了一定话语权后 将文革称作食言浩劫 但我认为不只是文革 毛在位的每一天对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浩劫 不管是朝鲜战争各种运动 社会主义改造 还是大跃进 亦或是文革 他就像一个精力充沛且极度狂热的疯子 只在乎自己的意志是否得到贯彻和施行 根本不在乎社会秩序和百姓死活 这种恶魔千刀万剐 错过杨辉都不解恨 中共竟然还将其放在经验馆里 供万人瞻仰 简直就是对那些经历过那场苦难的人的 二次羞辱和践踏 这个就是那段疯狂的历史 下次视频我们讲79年到93年段 冲破意识形态的迷雾 用更广阔的视角理解历史 我是莫吉 我们下次再见